在接听电话前先跟您分享 现在申请美国名校的难度越来越难 录取率年年创新低 我们记者也实地走访学生家长 先来听听一些家长的心声 随着申请大学的难度逐年提升 家长们在与子女商讨 申请哪些大学的抉择上 也格外的谨慎小心 华裔教授们表示 必须经过仔细的评估 并结合子女本身的兴趣 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首先第一条跟小孩交流 就是他对什么专业感兴趣 他觉得他自己特长是什么 然后他最不擅长是什么东西 我希望选一个学校 就是有小孩有兴趣的专业 第二个我是想选一个 比较综合性的大学 因为小孩子现在还年轻 我希望他们上了大学 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能够了解到各个方面 而华裔家长们面对的 共同课题 就是亚裔学生 学业成绩优异的刻板印象 已经成了亚裔学生的 基本条件 事实就是亚裔孩子 申请大学 比别的族裔都会难很多 因为大家觉得读书 那是应该的结果变成 亚裔就有大家都有印象 觉得亚裔孩子只会读书 好像读书后反正成了一个罪过似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让我们小孩真正的融入到美国社会去 因为美国小孩有很多 有很强的力的学步 很强的就是课外活动的特长 也有家长认为 子女的性别与选读科系的匹配 也会影响申请大学的难易程度 女孩子如果你是愿意学 英尼尔的话 那可能就是亚裔给你带来的这种包袱 就会小些 但是你是亚裔的男孩学英尽 那你就good luck 面对申请大学的门槛 家长们心中都经过仔细的考量与盘算 左右着子女选择申请哪些大学 这也让申请大学成了 现代家长必修的一门课题 这也让我们看起来 这也让我们看起来 我们看起来 感谢观看